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乘坐直升机 前往柬埔寨西部省份 割工省 俯瞰窦口山脉 认识七星海酒店里的柬埔寨机领班 道路的修通 改变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 想去哪就去哪 想去哪就去哪 一位前浦站女孩的词偶标准 对我好 对我家 对人好 这样就好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 第109集 变化中的七星海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一带一路设置组 继续在前浦站的采访 在结束了南部海边城市 西哈努克市的拍摄 我们沿着四号公路 驱车两个多小时 回到柬埔寨首都金边 因为我们将要从这里 乘坐直升机 前往西部的割工省 割工位于柬埔寨的西南边 柬埔寨一共有四个省份靠海 而割工就属于其中之一 从金边到割工的距离是260公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做 天津优连公司的直升机飞往割工 非常快 55分钟就能到达 而我们设置组的其他成员 都已经上飞机了 现在就让我们赶过去吧 我们乘坐的 天津优连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直升机 是从金边国际机场停机坪起飞的 随着直升机缓缓升息 我们有机会从空中看到了 柬埔寨第一大城市金边的全貌 市区较为密集的建筑以红色屋顶居多 远处灵星矗立着几座高楼大厦 越往西飞行 房屋 村落明显减少 农田在视野中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是一路走过来 发现柬埔寨是地广人气 人口是在东北还有西南路比较小的 而人们大多生活在像 柬埔寨和东宁大河这样的河流区域 所以我们在京边 还有在西里那个地方 会觉得人口特别地多 我们这次前往的歌宫 是柬埔寨最西边的省份 西面仅靠泰国湾 北面是菩萨省 东面和磅石碑省相邻 东南为贡布省 歌宫省还是一个边境省 西北部同泰国的同爱府接壤 如果从金边开车前往歌宫 要先经过四号国道 再转到四十八号公路 还要翻越窦口山脉 由于路况不好 不到三百公里的路程 至少需要六个多小时 在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还是马银山 但是从少少往前并有 可以看到连明其中的山脉 这个山脉应该就是窦口山 它的走向还是大致南北向的 它偏西一点 而我们现在知道的是 就翻过窦口山脉 应该就到达了周宫省 周宫有繁茂的原始 甚至还有迷人的海岸性 所以我们这次非常的期待 窦寇山脉是柬埔寨西北东南走向一条高耸山脉 西北部延伸至泰国境内 最高海拔奥拉山在窦口山脉东南端 海拔1813米 也是柬埔寨全国最高峰 柬埔寨的地貌 大致使东部 北部和西部 被山地高原环绕 覆盖着茂密的植被和森林 中部和南部是宽广平坦的 湄公河三角洲平原 土壤肥沃是主要的农产区 今天这个雨的台比较的厚重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山脉的时候 你会觉得像隔了一层沙一样 有红红感 只能偶尔临行来看到一些房子 看到最多的就是繁茂的丛林 这样的壮观景象 只有在这个特殊的观景台上 才能心上的特别清楚 虽然地处偏远 但戈宫省以窦口山脉为中心 靠海居山的自然环境 蕴藏着丰富的水利和旅游资源 近十年来 中国不少企业被这里的自然环境所吸引 进入窦口山脉建设水电站 或者在沿海开发滨海旅游项目 刚才在我们那儿经济传出的之前 说的是还有十分钟 这个分析就要落地了 机长官再也告诉我们说 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缓缓地把这个仓库打开 因为这个雨脏实在是太大了 还把大家听不清楚 所以现在只是把它关一下 放眼望去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红树林 而我们右边的这些海 红树林和海相互相同绵延树白 因为这样的景观 看上去也是格外的壮观 歌功是柬埔寨通往海滩 近海岛屿和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门户 沿海遍布未经破坏的原始森林 当地人的生产生活 大都和雨也和林也相关 但相对于柬埔寨著名的五个古迹 这里可算是鲜为人知 我猜想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天津优连公司 旗下的七星海旅游度假区了 就在眼前的这个区域 从飞机上看面积不是很大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走过去的话 应该非常地漂亮 我们眼前看到的就是天津优连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在歌功省开发的 简中综合投资开发誓言区 由于区域内有七个风景秀丽的沙滩 所以被习惯叫做七星海 直升机到达的时候 这里刚刚下过雨 空气清新 湿润 记者联系了七星海项目部经理 蒋浪做我们此行的向导 这个项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项目是从2008年 我们公司跟柬埔寨政府签订的合约 然后真正的建设 是从2009年年底开始的 那当时过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当时来的时候呢 这边是可以说 一丛林开始 一切丛林开始 就像这些你现在看到的 酒店这些绿化 景观树 花 草 所有这些都得从邻国买过来 设立一个苗圃基地 先把它培育好了 再移加过来 蒋浪是七星海旅游度假区 项目部经理 广西贵平人 2006年从广西民族大学 监狱专业毕业 就来到柬埔寨工作 2008年进入天津优莲集团 从事翻译工作 从翻译员做起 现在已经是部门经理 负责与当地村民沟通对接 现场勘察和酒店管理工作 他见证了七星海 整个项目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发展变化 蒋浪说 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他们刚到达的时候 这里是交通靠走 通讯靠后 连一条正式的道路都没有 他们是一块块土地平整 一花一草进行培育 第一阶段的工作 大量投入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公司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地方呢 当时我们公司也做了大量的 全息调查工作 整个金浦寨的各个省份 都去调研了 最后我们选择了这里 因为这里的天洋的旅游资源 特别丰富 蒋浪介绍 2008年天津优莲集团 与金浦寨政府签订了 36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赁协议 开始打造类似中国天津 滨海新区的 现中综合投资开发试验区 就是借鉴天津滨海新区 成功的发展经验 以临空临港物流为基础配套 发展包含旅游度假产业区 海洋经济产业区 空港物流及保税贸易区 文化与影视娱乐产业区 生态养老与健康服务区 生态农业种植及加工区等 液态集群的滨海新特区 2016年10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问柬埔寨 与柬埔寨首相洪森 会签所签的31份协议 就包括简中综合投资 开发试验区项目 这好生态 往里走都可以听到里面 有小鸟的叫声 您看这是我们第一家法式酒店 它是2011年就建好 这个酒店真大 那个是我们标准游泳池 那个前面应该是客房是不是 前面是客房 总共客房有80间客房 现在的客人多吗 现在是柬埔寨的雨季 就没有像汉季那么多 人最多的时候什么时候 汉季的节日大节 像王军节 宋水节 柬埔寨新年 您说的是柬埔寨是吧 像圣诞节这些都挺多客人的 从哪来的 有本地的 金边的 还有从欧洲过来的 中国也有 中国也有 那这边的服务员 他们会讲英语或者会讲汉语吗 怎么跟客人沟通呢 这里的服务员都是我们 从当地招过来的 给他们培训 要学汉语 学汉语 学英语 杨朗说 七星海项目落地后 解决当地人就业 是企业的一大社会责任 在已建成的酒店 高尔夫球场 热带风情度假村等项目中 除了部分管理岗位 80%以上的员工 都是当地柬埔寨人 他要带记者去认识一位 在这里工作 已经有四年的柬埔寨籍员工 你好 我们酒店的领巴 他叫给美 领班是吗 领班在酒店里 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就负责客房 然后负责我们保洁这样 就是保洁卫生这一块是吗 还有三年 他都负责 那你做这工作多久了 四年多了 四年 他也是从机场做起 一点点的 他人比较聪明 刚来的时候也不会中文 也是我们的一个中国领班 慢慢教他 他一点点凭着自己的努力 做到领班这个位置的 给美今年23岁 家主波动沙果县达努恩祥 他告诉记者 刚来的时候他不懂中文 是一位中国领班教他的汉语 和酒店管理方面的知识 那当时你们俩怎么沟通 他只会讲中文 不会讲简文 你是只会这样讲简文 又不会讲中文 他们当时刚来的时候 父亲都听不懂 要是靠肢体语言 然后每天晚上都 那个中国领班 都给他上中文课 就拿某些物品 这叫什么 中文叫什么 他们也是一点点记下来 是的 学了多久 学得像现在这样比较流利 我来之前的时候 应该三个月吧 还会一点点这样 慢慢就记得了 给美很好学 四年的工作中 一有机会 她便主动与中国客人 或者中国籍的同事 说汉语 在沟通交流中学习 通过自己的努力 给美很快就成了 酒店里最年轻的管理者 负责酒店的服务调度工作 从刚来的时候 一句中文不会讲 和没用过电脑 到现在较流利的汉语 合作酒店管理工作 还能披音打出汉语 制作统计表 给美的变化 也影响着每一位 来七星海工作的 金浦寨纪员工 这打扫得很干净嘛 我看到这里面 窝室有一个 很漂亮的小天鹅 这是谁叠的 是一起叠的 一起叠的 其实这个应该就是 用那个大浴巾叠的是吗 是的 几个毛巾啊 总共是个浴巾 两个毛巾 就是中间这个是两个大浴巾 然后旁边是那个小毛巾 叠起来的 要叠出这样一个天鹅 需要耗费多长时间 五个小时就好了 不不不 五分钟 吓到我了 五个小时 五分钟就可以叠成这个样子 叠出一对天鹅来 那除了这样的天鹅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造型吗 有一个心这样 就有两三个这样 这个应该是最漂亮的吧 对 这个最 特别的有立体感 那给妹每次做这个的时候 都希望给客人传递一种 什么样的心情呢 每天都这样做 然后感觉客人 每次客人过来做的时候 让客人开心 给妹说她来七星海之前 从来没有接触过 这方面的工作 每一步 每一个环节都要学习 就说学蝶花时雨晶 她坚持两三个月 每天下班后练习 她喜欢现在这份工作 这份工作让很多同龄人羡慕 好了 到这儿来的游客 哪国家的比较多一点 有中国 还有欧美国家的人多吗 美国 有那个韩国 也是有来很多 那你们跟她接触的时候 就比如说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她的这个习惯不一样 你是怎么去适应他们的 如果中国人的话 感觉挺好的 会没有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知道外国人过来 不会用筷子这样 我们也是帮那个倒 然后查 倒查这样 那是不是说 当你四年前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才学习的这些 就是包括跟他们的沟通 包括现在在做客房的这种管理 之前我不会嘛 然后在这里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懂很多 然后学的会比较多这样 给妹现在会说简语 汉语和泰语 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给妹说来七星海四年 改变了她的人生 以前在她的家乡 女孩一般上完高中 就会回到家里做家务 过不了几年就结婚生子 很少有人外出工作 更不敢想会在一个中国企业里 做管理工作 给妹说自己最要感谢的是 她的母亲 最初是母亲帮她到中国企业报的名 当记者提出 想去给妹家看看 给妹说愿意陪着我们回去一趟 宿舍在哪儿 不过她要先回宿舍 换掉工作服 再陪我们过去 两三公里就到了 一条宽广的道路 改变了她们的出行方式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去哪儿去哪儿 生活在新村里 她们有了新的追求 我们能处处做工房价 普遍家用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 第109季 变化中的七星海 正在播出 我们跟着给妹来到了 位于后山的 七星海项目员工宿舍 记者看到 这是秦浦宅 传统样式建筑的 极栋小楼 四周绿华叫好 房屋前后两排 前排是办公区 后排是员工生活区 那你们男生宿舍 也在这边吗 这一片都是我们的 员工宿舍 这里包括了办公楼 食堂 宿舍 总共有12栋楼 那我们眼前的 这个女生宿舍 刚才给妹去的 这个地方对吗 对 在那边 女生宿舍 男生宿舍在哪边 这边 这边是男生宿舍 这边是女生宿舍 这个区域呢 这个是办公楼 然后那里是食堂 人工 食堂食堂 生活的区域全部都在这儿是吗 对 在这一片了 那边是 给妹 一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呀 一两个月才去一趟 因为我们有餐营 有客房嘛 比如有客人过来的时候 我们忙嘛 然后就去不了 对 然后有空了才可以去 从人工宿舍区出来 车辆行驶在平坦的柏油路上 大概15分钟 我们看到公路两旁房屋 明显多了起来 蒋浪告诉我们 这里是一个新建成的村子 好漂亮啊 给妹你们家就在这个村子吗 是的 但是还靠近里面一点 就还要再往前一点 对 在往前一点 这村子叫什么村子 这是基里沙古县 贝斯迈村 整个新村呢 包括两个县的新村 当时拆迁出来呢 有1116户 但都是在这个马路边上吗 都是在沿着马路边上 两边盖房子 然后给他们 政府会给他们分宅居地 分果人地 蒋浪介绍 新村贝斯迈正名字 与之前拆迁前 一个较大的村子通名 给妹现在的家 马在临近的新村 离住里还有七八公里的路程 你们家是什么时候 搬到这边来的 2010年搬过来的 那个时候你们家 刚搬过来的时候 有这么宽的马路吗 没有 那时候什么样 就有那个 是那个小的路 但是那个是那个红土的这样 泥土路 这条是主干道 然后我们根据政府规划 然后拓宽 公司也用 然后新村的人民也用 然后再往那边 他们村里面的道路 也一起拓宽 那这个村子 其实是往里延伸的 只是我们现在在马路边上 看到的会比较多一点 对吗 蒋浪说这条路 现在叫特区迎宾大道 是七星海到48号公路的连接线 全长68公里 2012年建成通车 按国道标准修的双向四车岛 我们在今天采访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秘书长宋金达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 到2016年底 中国公司为柬埔寨修建改造 20多条公路 总路程超过3000公里 极大的改善了当地人的出行方式 现在在七星海 还有一个与世界联通的项目正在进行 我们了解到 柬埔寨国内第一个四亿级国际机场 已经在七星海区域内勘查选址完毕 即将进入建设器 未来可以从国内外乘飞机直接抵达这里 给妹当时你们家 如果是从这往外走的时候 那应该怎么出去 有坐牧船 原来他们在老村里面是远着海边住的 他们往外见只能通过牧船 假如平时有点急得病大病 要去别的 比如说像西岗 他们得坐牧船去 假如碰上风浪去不了 这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可以影响到生命问题 那个时候村民外出都是需要靠船 就是现在会方便很多 开车出去走这样的马路 想去哪就去哪 想去哪去哪 江浪说 从一开始 分散在红树林丛林中的村落 都过着较为原始的生活 他们挨家挨户走访 和当地人沟通 在秦浦寨土地分国有和自有两种 要整合土地开发搬迁是一个相当艰巨的问题 附近村民习惯了长期散居的一种状态 要统一到新村居住 需要做很多的说明工作 交通便利之后 这两年附近村子里已经有几百人出去 或者到西新海找工作 当地人的生活变化有目共睹 给美说 她前一段时间还到中国旅行 这在以前是连做梦都不敢想 在中国都去了哪些地方 去广州和尔滨 去这两个城市 对 待了多长时间一共 一星期 对中国的印象感觉怎么样 很好 在中国那里很大 然后这么加小 像那个路也是那个很框这样 那房屋建筑呢 是不是跟这也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一层一层一层很高 就是高楼大厦 在这边全都是这样的高角屋 给美告诉我们 她喜欢吃中国的饺子 你觉得中国的人怎么样 尽管不适应城市里的高楼大厦 和快节奏的生活 但她还是想去北京和天津看一看 就是一千多户 那现在他们主要以什么为生呢 有乌工 就打工 还有种植 打鱼 打猎 还有 比较多的 还有做碳的都有 那这样的房子 是当时你们帮助他们一起修建呢 还是他们自己 自己就是买了地 还是怎么去修建它呢 土地呢 是政府那边去给他们分配 然后建设这些木屋呢 公司出资金 然后当地政府 他们会组织施工队去盖 盖房子 盖完之后就分配给他们拆建户 标准是两层高脚屋 应该是50平米 然后他们宅局地有5000平米 为什么要分那么大呢 当时他们想是他们的后代 可以一块块地分 是这么想的 这里已经搬上来几年了 他们会慢慢地去扩建 改建 这边的人都喜欢比较颜色鲜艳的房屋 像蓝色 红色 还有黄色的 房屋建成后 每一户搬建的居民 以抽签方式 选定自己现在的位置 为了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天津幽连集团进入后 将原本零散的住户汇聚在一起 完善配套设施 并帮助他们在迎宾大道旁 建设了崭新的家园 现在道路变宽 交通得到改善 一座座红顶的木质高角屋 点缀在郁郁匆匆的山顶间 绵延了几十公里 已经具备了一个 初级城镇的规模 我们在马路上交谈的时候 就听到有人家正在装修的声音 您好 这是您的女儿吗 那我听到刚才家里在装修 现在还有鞠木头的声音 在那边是吗 下雨他们加个棚子吧 加个棚 就是这个屋子是吗 这是后来又扩建的吧 对 加盖的 您的家原来有多大 这是后来又加货出来的 后来加的 您家里有几口人啊 那个是您的小孙子是吗 女主人洪拉塔纳今年岁17岁 有六个孩子 四男两女 有两个孩子已经成家分出去住 他家是2011年半岛新村 像其他家庭一样 也分岛五千平方米的宅基地 和2.5公顷果园 那您家所有的收入是只有土地吗 家里有没有人出去打工 谁出去打工的 都去哪儿了 我们在于洪拉塔纳交谈中得知 我们在于洪拉塔纳交谈中得知 他打算让家里的儿子和女儿 到七七海中国公司找工作 儿子新贤财正好在家 你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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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什么 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他一种都给他针它干 他说在家里也没有帮家里面做什么 希望能出去做个帮家里面 不点家用 那你们公司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你像它符合吗 像它符合 但是得看它会什么样的技术 你刚才跟他交流的是什么 阿姨又在说什么 我就问他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工作经验 他在泰国做过工 应该是在一个轮台场 然后在金边也做过工 然后他会泰语 韩语 韩语不多 但是至少会 算是有经验的 形象还可以 年轻 可以塑造 要是我招工 然后我就会安排到酒店那边 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 今天很不错 遇到一个好的机会 但是还是需要有一个正式的场合 要进行面试一下吗 对 需要面试一下 然后在之后确定 江朗说 招聘还需要新鲜材 来递交简单的材料和正式面试 江朗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新鲜材 并希望他早点来公司面试 新鲜材告诉我们 他还会做一些木工活 现在家里正在大的棚子就是他在做 过一段时间 他还要改建家门口的凉亭 年份久了 他们想再做新的 修了几年了 这儿好漂亮 而且在这个地方非常凉爽 那头蛮青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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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年了 5年了 还准备再要重新装一下 修一下是吗 那头蛮青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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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带年平均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 家家户户都会搭建凉亭那凉 并且很多家庭会下大力气修建一座漂亮的凉亭 到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我们得知 新鲜材已经通过密室 现在在七星海渡甲区的餐厅工作 蒋浪说 他们公司自从来到歌公省以来 已经为当地柬埔寨人提供了超过3000个就业机会 主要的岗位有 中简语翻译 司机 酒店服务员 高尔夫球筒 庆祝工人等 这些员工来自歌公省基里沙国县 和波动沙国县的五个乡 约占当地人口的10% 品尝地道的柬埔寨菜肴 那给妹子喜欢吃的是哪个 我喜欢吃螃蟹 一位柬埔寨女孩的择偶标准 对我好 对我家对人好 这样就好了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节目《一带一路》 第109集 变化中的七星海正在播出 从洪拉塔那家出来 我们有开车不到20分钟 就来到了给妹的家 给妹告诉我们她母亲安索匹 是乡政府副乡长 负责社会福利 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工作 自己家搬过来之后一直在扩建 她每次回家都会有新的变化 刚才给妹说 家里现在一直都在建 又建了什么地方 那最早搬过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么大吗 那最早搬过来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么大吗 哦 就这么大 就这个房间是又往外扩出来的是吗 宽的是这么宽 哦 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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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墙壁那是吧 对 到墙壁那 2011年从原来的老家 波动沙果县都伯村搬迁到这里 是最早一批搬出来的军民 家里六口人 常在家住的有四人 按索匹介绍 现在家里有不到三公顷的果园地 种植腰果 芒果和榴莲等农作物 还养了八头水牛 自从给妹到七七海工作 家里生活条件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给妹每个月的工资320美元 是他们家收入最高的人 那阿姨当时怎么会想到 让你的女儿去度家村工作的 是 你 the First time, 要用上一座植物餐, 或者最高的? 所以你都要用上一座植物餐吧. 不然, 有一座植物餐是在用上six嗎? 他在用上一個水平, 放在水平, 或者放在水平, 但是拿著植物餐, 然後放在水平, 但那一個部位, 一般也會死去, 我們有一個花植物餐, 紅茶餐廳, alle白茶餐廳。 對,那根本就好看。 確實地, 其實他離家比較近。 她也有几个孩子 也是在金边那西港做 但是离得太远了 所以就希望给妹 在离家比较近的公司去做 这样 安苏皮说 女儿给妹在七星海四年 学会了很多东西 她学会了中文 成熟许多 变得懂事 眼界也拓宽了 她很高兴女儿有这样的变化 给妹不是刚刚从中国回来吗 有没有给你带什么小礼物啊 这是给妹自己选的吗 给妈妈 对 是我选的 当时就带这个礼物对吗 对 阿姨喜欢吗 安苏皮说 自己没有去过中国 但看了给妹发过来的照片 她知道中国城市很大 也很漂亮 她希望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安苏皮所工作的波动沙果县达努恩乡 有400多户1000多人 原先人口居住不集中 交通水电设施都很差 搬过新村之后 通路 通电 通水 比之前生活条件好了许多 她说 四年前 她鼓励给妹到七星海工作 一是离家近 另外因为自己是副乡长 要起带头奏用 没想到这一决定给她家带来了这么大的变化 你好 我们过来的时候饭都已经是做好了 这个是螃蟹 炒的 这是什么 这是乌鸡 这都是自己家养的 那给妹最喜欢吃的是哪一个 螃蟹 我喜欢吃螃蟹 怪不得刚才阿姨在介绍的时候 一直在说螃蟹 有炒螃蟹 有煮螃蟹 还有这边也是一个煮螃蟹 还有一些青菜 记者到给妹家的时候 正好是午饭的时间 几家阿英早已准备了妹妹最喜欢吃的菜肴 一进到厨房来 其实让我们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锅 全是 这边是小锅 这边是大锅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锅 他要投锅去哪个厨房 所以他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投锅去哪个厨房 我会适的 不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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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同的菜又不同的锅 另外有时候他们家里来客人比较多 有时候搞活动的时候 做菜多的时候就要锅多一点 觉得阿姨特别的好客 经常会有客人来家里 安索皮介绍 墙上挂着的锅有三十多口 因为柬埔寨菜肴香料放得多 为了避免串味 所以做一道菜就会换一口锅 另外由于他的工作原因 经常会有人到家里来吃饭 曾经同时做过79人的饭菜 羽济是庞蟹最肥美的时候 七星海红树林是螃蟹的盛産区域 当地人以前这个季节 就是以捕捉螃蟹为生 在坚普寨 当地人习惯把菜一道一道做好 一起端上桌 全家人同时用餐 一个多小时 而且但是我看到里面 这个料应该就是当地的吧 这都是什么出来的 这特别像香菜 这个是什么 鸡肉是要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是用什么样的鸡做出来的 衣食食材好 用自家散养的土鸡 再加上葱姜 薄荷 筋补缓和香菜等丰富的配料 用慢火炖一个多小时 这样的鸡汤味道自然会很好 除了鸡汤之外 酱料也让记者赞不绝口 就是我刚才吃了所有的这些菜里面 我觉得这个酱真的是太好吃了 我尝到有那个花生的味道 就是辣辣的 但是还很香 我可以把那个酱拌着米饭一直吃 这个酱是谁调的 我姐姐调的 这个酱是用什么调的 这些饭就煮了 只要等一 prest 爷爷 我们就会吃 不就不吃了 不能ですか 是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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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生 辣椒 红白蒜头 辣椒 还有柠檬 柬埔寨家庭擅长制作酱料 平时酱料其实调味料 又是占生鲜蔬菜吃的必备作料 阿姨刚在给妹聊天的时候 她说她还没有男朋友 您希望给妹以后找个什么样的 她刚才给妹妹的鲜蔬菜吃这个 她说她还没做到 但是她要做一个鲜叻 她还没做到一件事 刚才这些鲜叻的鲜叻 鲜叻鲜的鲜叻 鲜叻叻 这是用的鲜叻 如果用鲜叻叻来 鲜叻叻来 对 不是 没有什么具体硬性的标准吗 第一是心理善良 能够顾家 这么不良的 快习惯 像拍酒啊 躲活这些 那给妹自己 有新的对象了吗 没有 那你自己想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孩子 一说到这个问题 给妹特别害羞 对我好 对我家庭也很好 这样就好了 柬埔寨婚姻习俗是 结婚后 男方要到女方家生活 当地女孩 一般在20岁左右就结婚 虽然给妹已经23岁 母亲安索匹并不着急 她认为女儿很优秀 一定能找到一位相处的来 并且对给妹好的伴侣 中国企业的到来 正在巧人改变着 当地人的婚姻观念 也实实在在改变了 当地人的生活状态 搬进新村的柬埔寨家庭 有了更好的居住条件 更多年轻人 有了新的追求 开始有了工作 对美好家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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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受对员们的艰辛 这里是人为造成的故障特别的少 主要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故障特别多 远方的家大庆系列节目 一带一路 第110集 生活在海陆相连处 敬请期待